部分 在說 咦上次是在那個 獨舌 那件事情結束嗎? 講正經的 就是說 就是說 我還是會勸你不要 傲然走深刻這個領域 可是 有一個趨勢你還是知道 是不叫趨勢去走很多年了 就是現在 生技產業裡面 有很多人在研發抗體 那到底可以做什麼用呢? 比如說 有一個產品已經用很久了 而且真的能夠用 男生還不能夠用 這個驗孕棒 不然男生也可以用 男生一定可以有居心他 然後 驗孕棒在上面 拿了那個尿液滴上去 因為那個懷孕大概兩週之後 尿液當中就可能會出現 那個跟生殖有關的一個級數 叫HCG 那HCG是蛋白質 所以 他就在那個 驗孕棒上面其實有一張很小的式子 然後在上面呢 去研發一個專一性的抗體 那你把尿液滴上去之後 只要尿液成分裡面有HCG 那就會去跟那個抗體結合 那他把這個抗體呢 修改成 你只要抗體跟HCG 結合的時候啊 他會有那個顏色的變化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直接肉眼 就可以去判斷說 有反應還是沒有反應 有反應是什麼 有反應就看 要哭還是要笑這樣子而已 就是一條線 沒事 一條線 有事 有事到底是要哭還是要笑 就是自己看一半 好 好 然後 所以接下來 那個血清當然就是一個 也是用很久的 對不對 可是他還有更高級的應用 比如說呢 我們現在想要去利用抗體的去追 假設 我們身上有一些異常的成分 或者是細胞 假設是細胞 好的 比如說癌細胞發生 那癌細胞的表面呢 可能會有一些異於正常細胞的這個蛋白質 那如果我們能夠 呃 確認一下 這些癌細胞的特性 就是那個異常蛋白質的存在 那再去研發專因性的這個抗體 我們可能就可以利用那個抗體去抓 去抓到那個癌細胞 那雖然 抗體本身並沒有辦法直接去破壞癌細胞 可是如果我們仿照剛剛的原理嘛 你想辦法讓這個抗體呢 掛上一個比如說螢光物質 然後呢 這樣就會抗體去捕捉癌細胞 所以這個癌細胞表面呢 表面呢就會 曝露出螢光的反應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呢 看看再次利用藥物的方式 這種藥物呢 專門追 追到螢光物質 那它就會跟這個 這個部位去作用 那或者是更科幻的 做法是什麼 我們研發一個奈米機器人 然後它會在你的血液裡面呢 去搜尋 只要找到螢光反應那個地方 就是該幹掉的 類似像這樣子 那 這當然現在來講的話 它有 相當程度是夢幻 可是 這個是真的有人已經在努力當中了 所以 抗體的研發裡面 事實上有 有 蠻高的期待的 當然很多人在做研究 所以這是一個領域 而且很實用 重要的是因為它可以賣錢 最後我看過一個產品 那已經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就是國內有一家生技大廠 就是當初政府 鄧高一夫 那個台灣就發展生技產業 所以就想像 完蛋了 一口氣 100家廠商馬上成立這樣子 然後隔不到8年的時間 只剩下5家 活下來 就是為什麼 你叫你不要妄然投入的原因 你這樣可以理解嗎 因為那時候 幸存下來的生技廠真的很少 那時候我去參觀一間5%的其中一家廠商 那它在做什麼產品呢 那參觀的時候 最後整個生產線 他們研發實驗室參觀結束之後 他們就拿了一張型給我們看 這樣子很不齊耶 就是一般我們實驗室用的那種濾紙有沒有 只是它是簡層方形的 大概這麼大一張 那上面就有那種像水彩圖的 那種一區一區的 不規則的那個顏色 看起來一千真是很簡兜的樣子 那上面總共100個點 那就是說 這張紙上面呢 這100個點 每一個點都是一種專一性看法 所以他們現在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將來呢 你把血液抽出來之後 驗血讓你們現在 跑一些高級儀器 幾百萬的儀器來 可以跑得出來 可是如果將來的驗血 對醫生來講 只是說 欸 護士去幫你抽一下血 然後血抽完之後呢 我就在這張式紙上面點一點 然後馬上就有顏色的變化 醫生直接拿來這張式紙 跟你講說你可能是哪邊有問題 但是比較立即 重要的是它是細覺上的 你透過儀器的話 當然會給你很多的數字 對不對 可是你還是得去檢查這些數字 所以以後的檢驗可能是這樣子 那一張很不起眼的那張式紙 上面總共100種看法 他們自己研發的 這還蠻不容易的 這家生技場也有一個特色 然後總共大概28個員工 其中24個都是女生 就是非常強奸性別歧視的單位 所以不太習慣她 另外四個是主管 主管就是男生 然後 尤其是女生 尤其是女生 那就肯定要當主管還是要當研發人員 等一下 我這樣子 喔喔喔喔 對啊 就是從管理上跟那個 研究能力上 通通都充滿性別歧視的力溫 好啦 然後 他就跟我們說最後一句話 要我們猜一下那張紙 那張紙要多少錢 這樣子 大家就開始猜 因為我們還在試驗階段 所以很粗糙 那個湯田點上去之後 就像一個水彩 然後點一個點料在上面 這樣搽 一張紙 一百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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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個抗體 那一張多少 別那麼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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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紙十萬 對 可是他的好處是 假這個人來 把他驗完血之後呢 那因為他那個抗體已經附著上去了 所以假這個人的血一驗完之後 可以清洗掉 然後再用 你這個人的血就可以再繼續驗 所以至少 呃 有效期 有效 有效的使用率大概是一百次 那已經有一些醫院在配合 在做那個實驗 所以這個 這個基本上 就很有潛力 所以他將來量產之後 你想想看一下 將來如果量產之後呢 如果他的價位 可以壓到一般的儀器檢驗的 比如說 四場 或六場的收費 對不對 然後又能夠讓你馬上 就看得到那個結果 對不對 這一定有相當的吸引力 之後沒有去追多了 我不知道這產品到底出來了 所以就是看 所以接下來那個 有關生殖這個部分 生殖基本上第一個要談的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為什麼要生殖 因為生命現象裡面 生殖基本上 首先會談的事情是說 因為沒有一個生物的壽命是無限的 好 在這種情況之下 要延續生命的這個方法 就是生殖 所以這是繁衍 這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好 那問題是 生命的延續 當然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手段 反而感覺上這種事情 還很久 因為 因為生物也不見得 就是馬上會死 所以這種事情當然很重要 但是 當下 難道生殖沒有其他的重要性嗎 當然也有 因為我們的第七章裡面 就會去提到一個問題 說生物在生存過程當中 一定會跟其他種生物的交互作用 所以 任何一種生物的族群 它一定要先解決當下的問題 它會跟其他生物的交互作用 而其中一個最明顯的就是生存競爭 好 然後在生存競爭的情況之下 有時候族群的數量 是一個參考的指標 就是族群越大 勢力越大 所以表示它的生存競爭能力 可能比較強 好 假設是這樣子的話 那所以 生殖還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可以增加那個 族群的個體數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呢 也許可以營造一些 這個競爭力展現的樣子 所以 一個是長遠的考量 就是繁衍 另一個是當下的問題 就是族群規模的大小 這個是一個很現實的 那所以在這兩個前提之下呢 就是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完成生存 就是要用很有效率的方法 還是呢 以長遠來說的話 比如說 一個生物如果經過一個世代 兩個世代 可能它會出個手裡來 可是生物經歷了那種幾百萬年來說 我們通常會看到它好像都會有一些改變變化 最顯然的生物還要解決一個問題是 當時間波長了之後呢 地球的環境在發生改變 那生物的族群的特質要不要可能發生改變 所以遺傳病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目的不太一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現在講求的是生殖效率 就是我要在短時間之內產生龐大的族群的話 通常無性生殖這個方法 可能會比較適合一點 對不對 那如果你現在想要的是營造長遠的一個 環境的調適能力的話 那遺傳變異這件事情可能比較重要 然後所以有性生殖基本上 它所得到的遺傳變異相對會比較好 因為有性生殖我們講過 相對無性生殖來講 有兩個非常明顯的差異性 就是第一個 你要完成有性生殖 就是給先準備配子 那準備配子的時候 可能要透過減速分裂 減速分裂有兩個很重要的環節 第一個 同一產設體會互相分裂 對不對 因為二人要變成N 對不對 可是同一產設體分裂的時候 非同一產設體是自由組合 自由組合 所以這時候就有很多可能性 到時候哪一種熊配子 跟哪一個磁配子 就有很多可能性的問題 所以光這兩個環節 相對來說 就可以營造出比較高的遺傳變異 所以這個是有性生殖的優勢 就是如果我們把遺傳變異 當成是族群 或者是生活的適應能力 對環境適應能力的展現的話 那麼有性生殖相對會比較好 那無性生殖呢 它的生殖效率比較高 那如果還有另外一個前提是說 假設眼前這個環境呢 看不出會有什麼改變的可能性的話 無性生殖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就是它可以保留現有族群的特質 假設以當下的環境來講 現在的族群的特質一切都非常好 那麼保留這個特質 其實也是有意義的 那只是說那是短時間 用這樣地球環境大改變小改變再進行 你不知道哪一天環境改變到這個族群 比較沒有辦法應付下去的 所以這個就是當年有沒有 那個歷史可考舊 然後去把那些課本 在前面那幾頁翻開 你就會看到一個很長的表格 有沒有 有一定有一定有一定有 所以 以下省略好 所以接下來 我們談人體的生殖這個部分 那人體的生殖的部分呢 我們就切割成兩個 第一個 你要構造裡面的配合 那對人體來說 人體的構造 分化是比較複雜的 所以我們光在生殖的構造上 就很複雜 第二個 生殖你可以這樣來看 那剛好就是內分泌系統 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我們完全可以利用生殖這個部分 看出內分泌系統運作的複雜性 所以在生殖這個單元後半段 我們就要把那個內分泌系統再搬回來 去談一下內分泌系統 從下宿球到腦水線到性線 到底要怎麼合作 所以先解決前面的那個 有關生殖系統這個部分的問題 人體的生殖基本上 在生殖這個主題之下 我們到系統這個程度才解決 所以這時候你要聯合很多器官等級的構造 那從女性的生殖系統這個部分來說 會在身體內當中的這個構造 就是與內生殖器的部分 先談一個配胎 因為我們是胎生的生物 那胎生的話你要提供那個配胎 一個好的穩定的發育的場所 而這個場所就是主動物 那問題是這裡面的配胎呢 配胎源自於受精卵 那受精卵再往前追 你總是要先產生卵 所以要有一個負責產生卵 因為它在談雌性嘛 女性的生殖構造 所以要一個構造專門負責產生卵 產生卵的這個器官就是卵巢 那子宮或卵巢基本上都會在腹腔 但它們兩個是獨立的習慣 所以這時候就延伸一個問題 那我們要把那個管送到哪裡去 送到子宮裡面去 所以那個運送的管道就是蘇軟管 所以現在呢 蘇軟的子宮這個地方上面這個角落 延伸出來就是蘇軟管 蘇軟管這個地方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它的起點其實是開口 是一個開放性的開口 它跟管道之間的關係有點像這樣子 如果這是蘇軟管 蘇軟管的開口起點這個地方 其實它的直徑比較大 還記得那個人體事件的影片嗎 有沒有 它不是有捕捉那個排卵內科 好 那個蘇軟管的起點叫喇叭口 因為它這個地方直徑會比較寬 這是起點 那表面呢 就是有一些絨毛的鬥罩 然後它是屬於開放性的 所以這樣的情況呢 它就約約的跟那個卵巢的表面可以去接觸 然後這些表面的絨毛呢 它有密密麻麻的微卸管 然後這附近也會有一些小動脈 那小動脈收縮的時候呢 會讓那個絨毛產生瀉微的震動 所以如果卵巢表面現在有一個卵釋放出來的話 那這個喇叭口 這個裡面的絨毛呢 就可以去捕捉那個卵細胞 當然卵一顆細胞很小 我通常拍卵的時候 還有一下嗎 那個影片裡面 它拍的時候是 它那個卵釋放出來的時候是一團 它周圍會跟著很多營養細胞 所以這樣還好 那個物體夠大 所以通常要捕捉 不是那麼難 所以他們的情況應該都可以被打發 順利捕捉 所以沒有捕捉到的就比較遺憾一點 沒有捕捉到呢 就會掉到副牆裡面去 所以這個軟的實效 因為軟的有效期限很短 我們抓一個平均值 要在36小時之內完成受精 所以如果一定要出來的話呢 除非也遇到戰鬥力超強的精神 就沒得講 就一路有... 有... 一直有... 一直有... 還能夠完成受精 但是戰鬥力超強的精神 除了一段很特異的情況之外 那基本上是很難的 所以這軟大概也是沒有效 它其實就在這地方受精也沒有用 因為我們腹腔環境沒有辦法提供 像浮宮內膜那樣的好的著床環境 所以就算受精軟在這地方出現了 一般來講其實不能發育 所以少數幾個例子有沒有 你聽過那種什麼的一些女生 然後其實曾有以前曾經懷孕過 後來好像又沒有懷孕的跡象 結果後來多年之後呢 發現腹腔裡面有死胎 就是很久以前那個懷孕失敗 那它這個胚胎呢 是出現在那個子宮外 根本就活不下去 因為很容易忽略 你也沒辦法真的查別它的存在 所以內生磁器的部分的話呢 如果從短巢開始算的話 短巢呢兼具兩個角色 一它要負責傳生短 二它就是性線 所以內分泌這個部分的話 它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它提供激素 然後來完成生殖週期 執行生殖週期 然後接下來輸軟管的部分呢 負責輸送短子 那短子呢 剛剛提到 假設用平均的有效期限 如果在36小時來看的話 那會有一個很不幸的事實 這段路線呢 看起來也沒有多長 幾公分 四公分這樣子 那這麼短的路線呢 短還是要走三天 所以也就是說 沒有一個短巢可以活著走到足蹤 所以反過來說 所有的短巢 正常來說 合理來講 應該在路程當中 就會完成受精 所以大部分受精的場所 都在除軟管 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軟身在除軟管順利受精的話呢 那麼 所以它接下來 就會以胚胎的形式 受精軟大概在24小時之後 它就可以去有私分裂 所以細胞數目就不斷的增加 那個就是胚胎 所以後半段的路 其實會出現的就是胚胎 所以胚胎一路被推推推 推到那裡 推到子宮裡面 所以這時候 會在子宮內膜上做出來 所以接下來 在這地方 開始建立胎盤 胎盤 可以跟母體建立物質交流的關係 然後 然後其他的部分呢 發育成那個 胚胎的這個雛形 人形 然後最後轉變成為胚兒 對不對 然後在世代的時間 成熟之後呢 就可以就產出 所以產出的過程當中呢 會經過第一個 子宮頸 子宮頸呢 基本上 這個地方平常是一個 比較狹隘的管道 然後會有一些分泌物呢 讓這地方呢 跟外界的物質 不會直接普通 那外面呢 這是陰道 陰道基本上是 融來陰性的這個主要的空間 所以 胚兒產出的時候呢 會經過子宮頸 所以這兩個部位 基本上也是屬於 內生殖器的部分 好 就是構造面 在內生殖器的部分 是這樣子 那外生殖器的部分呢 就是包括陰存 然後跟陰地 這兩個部分 好 那這些基本上 比較偏向 陰存比較偏向 是保護構造 那陰地的部分的話 有它另外一個 這個意義 這個可以跟男生這邊來做平對 好 其實底細看 女生這邊 軟巢一對 男生高丸一對 對不對 那功能一面當然看起來不一樣 一個是不得產生卵子 一個不得產生性質 可是你等一下看看 其實它是可以對比 好 那等到男生這邊講完之後 我們再來把他兩個 拿來比較一下 這當中的差異性到底在哪裡 OK 好 那所以 看軟巢這個部分的話 軟巢抹面呢 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這種東西 輪廓在這裡 後面的不知道看不看的 不知道 前面應該看得還蠻清楚的 那這邊應該比較清楚 這邊是不是以圓圓的界線 這個構造 這個綠炮 那以這顆綠炮來說 事實上 它應該已經開始走入場所 你知道嗎 比較明顯的一個證據 是這樣子 這地方呢 是綠炮槍 這綠炮核心 這邊會有一個生死細胞 那其他都是小型的細胞 就是綠炮細胞 那 到時候如果綠炮成熟了之後 一碗 食堂出去 它周邊的這些小細胞 會跟著它一起走 那它們是新生品 就是 用來維持那個碗的附近 就是讓它活著這樣子 可是哪怕是這樣子 軟的壽命還是很短 那 這次綠炮槍 其實紀錄的不易 那所以綠炮成熟的過程當中 通常是這樣子 就是 當某一個綠炮 受到適當的激素刺激呢 它的體積就越來越大 那 實質上增加的細胞數目呢 卻沒有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一般我們要去觀察說 有沒有綠炮真的是 好像正在走入成熟 其實比較好的判斷證據 就是那個綠炮的輪廓很大 然後呢 它的綠炮槍呢 那個空隙非常的明顯 所以到時候這個綠炮槍會越來越大 那大部分都是一體這樣子 這樣 好 那所以 軟巢裡面呢 基本上就是這些大大小小的綠炮 大部分都是很小 所以如果你有發現比較大的 那它可能是受到激素的刺激作用 所以正在走入成熟的過程 那綠炮 那綠炮 那綠炮裡面呢 綠炮的出目呢 一般來說應該有幾十萬個的實力 那 可是 通常其實你也用不到那麼多 你也算嘛 一個月一次 對不對 1.12次 所以假設你從16歲開始 準備生長癌 所以一路生到45歲 生到終於 對 那這樣你才用不到幾個綠炮 所以通常都夠用 那 這個生殖細胞 最後我們會希望它是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準備好受精的這個軟細胞 可是它不是真正的軟細胞 這裡先留意一下這個名詞 我們後面還會再解釋 排卵的時候 我們一般跟講排卵排卵 事實上排的根本就不是軟細胞 所以排卵只是一個用詞 在形容生殖細胞 從綠炮 從卵巢 從卵巢表面被釋放出去 那 其實這顆細胞呢 它會是刺激卵母細胞 這顆細胞呢 基本上因為我們是開生的生物 所以不會有蛋殼這種東西 但是 刺激卵母細胞的表面呢 還是會有一個保護層 所以當精子過來的時候呢 有沒有看到這種影片 沒有的話 我們以後有時間可以看那個 微美的生殖影片 可以努力生殖 生殖 要結婚這件事情 就是精子一大堆在表面 然後大家努力再鑽進去 就是在突破這個保護層 但事實上通常只有一個會成功 為了怕第二名也要跟著搶進來 一起抽熱鬧 所以 通常第一個精子在進來的時候呢 頭部進來 細胞核釋放 準備去跟那個卵的細胞核結合 然後 剩餘的精子呢 會在這個卵的表面呢 形成一種成分上的改變之後呢 其他精子再進來 這樣阻止第二名或第三名以後 跟著進來抽熱鬧 通常只有一個會成功而已 好 所以這個就是人類的短細胞 這表面有一層那個保護層 不是硬的材質 那是一個保護層 好 所以這個短槽裡面 前半段 你可能會看到的 濾炮呢 它有體積上的改變 那濾炮排完之後 剩餘的這些濾炮細胞呢 就開始轉型 轉變成為脂肪細胞 那這些脂肪細胞呢 就開始不斷的累積脂質 那這個脂質累積越來越多越越多 所以後來它的顏色 就開始偏向黃色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濾炮排完之後 轉型 留下來的這個構造 就把它叫黃體 黃體的話 基本的維持的時間 最好的狀況差不多是7天 那之後呢 它會開始萎縮 然後一直到退化小時 所以它是一個暫時性的角色 可是它很重要 它對懷孕的那個關鍵時間點來講 是幫助很大 所以後面要去提到它的功能 那我們剛剛講說 對懷孕來說它兼具兩個角色 第一個 它要負責知道懷 看到它知道懷 第二個 它要負責扮演內分泌性線的角色 對不對 所以那個性線 內分泌線最大的特色是無管線 所以你知道有一群細胞 負責分泌激素就好了 所以誰負責分泌 就是這些濾炮細胞 然後後來濾炮轉型變黃體之後 那就是黃體 黃體它的分泌能力 整體上會比濾炮 或是成分上 或是濃度上 都會比濾炮的細胞還要來得好 所以斷演內分泌角色 負責分泌細胞 是濾炮細胞 或者是黃體的細胞 那這些基本上 就是跟磁性有關的生殖構造 輸彎炮的部分的話 輸送卵子 但後面它是輸送那個配胎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知道一下這種狀況 這種意外當然比較少見 一般來說 如果胚胎送到子宮裡面的話 哪一些地方 其實是胚胎良好的著床的產種 胚胎著床的位置不適合 將來會造成生產 懷孕的過程 到生產的過程 可能會有一定的風險 比如說流產 或者到時候生產的困難這樣子 然後所以 哪一個地方子宮內膜的條件 會比較好呢 就是他們經驗法則 上面來看這個區域 離開這個角落 然後也避開子宮頸這個附近 大概這個地方 這邊的話 它的子宮內膜厚度狀態 比較健全 所以這地方做得好還不錯 其他地方就有風險 比如說如果你在這地方 比如靠近子宮頸這個附近 或者是靠近輸彎管 剛進來這個地方 一是空間上的問題 二是子宮內膜的條件 也不是那麼好 所以就有可能會容易產生流產 可是有一些人是 有些女生基本上是這個地方 連這個位置最佳的地方 她的子宮內膜可能厚度也比較不足一點 那有一些可能是天生上的 有一些可能是生活作息上的 就是比如說 喜歡熬夜啊 喜歡吃很多雞排 喝很多飲料啊 就是如此類的 好 幸好我們不用生他 好 真的 好 就會有可能 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那另外一個是屬於那個破壞性的 所以以前那個有沒有 那個號稱假娃娃那個 就是人工流產當中 以前那種很暴力型的流產方式 有沒有 就是用那種刮服的 那因為子宮內膜它在剝落的時候 它不是剝落到零 好 它只是說 假設子宮內膜的基本厚度 因為它是皮膜組織嘛 黏膜嘛 對不對 假設它基本的厚度是這麼厚 而基本的厚度是這麼厚 子宮內膜的最大特色是 它跟其它的皮膜組織很不同的是 它受到激素刺激之後 可以額外的加厚 那是為了配合那個 那個到時候胎排 要跟這個部分的組織 產生連結 你看 所以當子宮內膜就剝落的時候 我還可以維持基本厚度 那那種流產方式其實很可怕 就是它用挖組的 就是用破壞性的 那有時候跟醫生的基礎有點關係 就是萬一你刮的時候 刮得太靠近那個基本層的話 那可能會造成一些組織的永久損傷 所以後來就算想要再生 其實那個子宮內膜的整個狀況 就是不是很健全 所以就很有可能會容易流產 那有些人是天生的 那有些人是就是說 飲食或作息上面的問題 現在很多人就直接想辦法去弄那個IU486 然後再配個前列腺素 就兩道菜一起吃一吃就搞定了 但是不要亂 後面再說 不要亂學 小朋友不要亂學 五到三可以講清楚的時候 再來這樣子 好 就用藥物就可以搞定 大部分的人 好 就是不用在那麼暴力的處理方式 可是那是用藥物來替代 事實上可能還是會傷到子宮內膜 好 所以輸彎管 這是輸送的管道 然後所以接下來進到子宮之後呢 子宮壁上主要都是平滑肌 那我們之前已經提過一個 就是前列腺素 分免的這個過程當中呢 子宮壁受到前列腺素的強烈刺激 所以它不斷的緊縮 那個就是陣痛的來源 所以當子宮壁緊縮到一定程度之後呢 胎兒就可以產出 那是分免的過程 好 所以那個子宮平滑肌 然後跟子宮內膜 而子宮內膜 會受到激素的刺激 而中期性厚度的改變 一般來說 通常胚胎 到了那個子宮壁上面的時候 差不多已經是 離它當初排卵的 差不多7到11天 這個時候它大概已經是胚男了 還是可以叫胚胎啦 只是說那個胚胎已經是造型上 像什麼 就是一個表面的細胞 然後中間是空氣的 那細胞數目沒有很多 所以我們通常把這個事情叫胚男 這後面還會再看這個部分 所以先簡單提到名詞就好了 那男生的話呢 男生的生殖系統的部分 一樣我們先從內生殖器來看 所以男生很遺憾的沒有紫光 所以會跳過紫光 像這樣子 所以男生不用生小孩 但是還是要負責小孩出來這件事情 然後所以女生那邊的話 接下來那個生殖器官的產生是在卵巢 男生這邊呢 就是膏丸 對不對 那你去看 膏丸的體積跟短熊的體積 可以視為是差不多大 但一定有大小上的差別 可是你看呢 我們剛才講的 卵巢一對 膏丸一對 而卵巢那邊它需要的是什麼 它需要的是綠泡 負責培育出那個碗 對不對 然後還有一些綠泡細胞 然後用來複整的性腺技術 膏丸這邊呢 它當初在整個人體的構造 就是這個 這媽媽肚子裡面發展的時候 然後還記得這個名詞嗎 第一性徵 第一性徵就是性器官的有名 所以當初男生第一性徵在發展的時候 這個顆粒型的器官的構造 它內部就發展出很多蜿蜒的管子 這個管子叫矽精管 第二性管子來製造精子 所以這個是後來在卵巢跟膏丸 整個發育上面 往不同的方向去走 那誰決定了 就是這個決定 可是 一般生男生女有沒有 就很多人懷孕的時候 就是很急切的想要知道說 懷的到底是男生還是女生 對不對 問題是超音波太早照 沒有用 沒有用 因為懷胎發育的早期的話 根本沒有什麼明顯的性徵上的差異 尤其是外生殖器這個部分的發展 你要等到至少三個月之後 再來看會比較主題點 所以太早看根本就沒有意義 好 所以等一下跟這個部分 外生殖器的部分有關 然後就先看內生殖器的發展的部分 所以膏丸這個部分呢 利用矽精管來製造精子 那等一下還有一張顯微鏡底下的圖 可以看那個分泌雄性激素的那群細胞這樣子 那精子產生之後呢 通常剛產生的精子 四面有受精很低的 所以你要再等它有一段時間的成熟 所以這時候呢 它會被轉移到哪裡 隔壁 這個地方 這在副寶 所以副寶可以提供精子後手的一個場所 當然你可以作為暫時性的儲存場所 那接下來在射精過程當中呢 精子特別輸重出去 所以透過什麼管道 輸精管 對不對 那你看短那邊 輸軟管 那輸精管的管線就差很多了 那怎麼知道呢 你從這個側邊來看的話 這是副寶 然後這個管線呢 先往上 先往上之後呢 因為高岸基本上呢 是落在陰朗內 是在副腔的外面 然後所以它先延伸 然後進入到副腔 然後接下來呢 倒到膀胱的前面 先到膀胱的前面 然後再倒過膀胱的上方 然後到了膀胱的後方 OK 接下來 因為精液當中的成分呢 除了精子之外 你還要想辦法提供精子一個 良好的生存環境 然後維持它的活性 所以這時候精液當中 還要很多其他的分泌 其他成分的配合 那那些分泌物呢 基本上有三個 整個管道上面 三個分泌構造來貢獻 所以輸精管 從膀胱前上 到到後方之後 會在膀胱後方 遇到第一個 分泌構造 叫除精藍 這個名稱 很容易誤以為 它有儲存精子的功能 其實沒有 一般精子 大概就是 要嘛儲存在副膏 要嘛一部分 會落在輸精管的前面 這段 比較少會利用 應該比較不會利用除精藍 除精藍就是貢獻 一些特殊成分 然後貢獻在精液上面 好 所以 輸精管過來之後 會在膀胱後方 第一個先遇到的是 除精藍 所以除精藍就將它的分泌物 然後匯入 好 然後接著呢 整個管線走著走 走到哪裡 走到膀胱的正下方 這時候遇到 那個最大的分泌構造 叫聖物線 也叫前列線 你看 所以這個前列線素的名稱 就是用這個 來命名的 那它落在哪裡呢 剛才講 它落在膀胱的正下方 好 除了它是最大的分泌構造之外 第二個重要性 你看這個地方的管線 這是膀胱 然後膀胱接尿道 對不對 可是 尿道一離開膀胱沒多久之後呢 那個輸精管就過來 所以這兩條管線 會在攝護線這個地方 對 藍生這個地方 尿道跟生殖道 在這個點開始之後 是共有管線的 然後如果再回去看 女性生殖系統這個部分的話呢 OK 這是膀胱 然後這是尿道 對不對 然後這是尿道的開口 然後這是子宮 然後呢 子宮頸 然後陰道 對不對 所以女生的話 生殖道跟尿道 基本上 中途到尾 基本上就是完全合開的 人生跟女生在生殖構造 算是一個非常大的差異 好 所以在 那個 攝護線匯合之後 在攝護線匯合之後 會遇到第三個分泌構造 叫尿道球線 OK 那之後 在攝經過程當中 那個精液就從這地方 就是這個陰莖出去 好 所以 內生殖器的部分 就包括膏胺腹膏 然後塑菌管 主機囊 攝護線 尿道球線 這些 就是屬於內生殖器 那外生殖器的部分 就是性教工具 陰莖 那陰莖裡面主要是海綿體 而尿道 是埋藏在這其中 然後接下來 陰莖的部分 提供一個非常重要的是 如果 膏胺的位階 等同於是卵巢的話 那你看 卵巢是放在腹腔裡面 可是膏胺是放在腹腔的外面 那原因主要是因為 精子的生產過強 它需要的溫度 偏低 它會偏低核心體溫 我們區幹上 這個部位的體溫 就是那個37加0.5的體溫 頭部這個地方只有 大概是這種區域 所以有時候你去量額溫 你會發現 這額溫怎麼量 就是很難量到37 量到37其實有點奇怪 因為那是屬於邊緣的 你身體周邊的溫度 會比較偏低 包括異汙檢視一下 所以如果你要量 那個 比較接近核心體溫的話 比如說 口溫勉強還可以 但還是會有偏差 所以是有一個地方很準 就是幹溫 幹溫的話 基本上量出來就很準 就是屬於核心體溫 那精子在生產的時候 它是嚴重偏離核心體溫 所以放在腹腔 對不對 放在腹腔它一定是 一定是處於核心體溫的情況之下 所以要把它移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以第一個 那個生產之前 那高岩就會從腹腔裡面掉出來 這邊有一個管道 這從側面看不出來 這邊只有看到陰晶海邊際 這地方會有一個管道 從腹腔通到那個陰囊裡面去 然後所以在那個出生前 基本上正常來說 就是高岩就會掉出來 那如果出生前沒掉出來 出生後一兩年內掉出來也還好 沒有掉出來就比較麻煩 就是引導症 最大的問題是說 你把高岩留在腹腔裡面 最大問題是什麼 溫度太高 所以製造的精子搞不好 都是無效的 這樣 你看喔 而我在長遠下去的話 搞不好那個高岩裡面的這些 生子乾細胞 真的就會 因為悶太久了 所以可能會失效 所以引導症的話 基本上 就是還是要處理 考慮到生育能力的話 還是要處理 這樣子 所以你看那個 有些 會被人叫阿公阿嬤阿嬤 阿公比較不會 阿嬤之類的 有沒有在 孫子出生的時候 趕快去摸看看 在不在這樣子 安靜一下 有沒有 會去問一下 你媽媽 剛剛有沒有 家裡有孫子的 然後去確認一下 他們可能都做過一種事情 這樣子 但是沒有的話 其實可以喬 正常來說 大部分成年人 那個腹腔通道陰囊 這個管道 其實已經封起來了 當初只是預留一個管道 讓它掉出來 萬一成年之後還留著很奇怪 所以通常那個管道就會封死 可是我有遇過一個 真的沒封起來的 很奇怪 總是會有一些特例 這個人就是喜歡飆車 騎重機那種不要 重機那種座位 就是很服貼 可以理解嗎 然後趴著這樣子 那那流箱的造型 就非常有流性性 這樣子 那有一次呢 總是會飆出意外 那就撞車了 那運氣不錯 那是症狀 然後所以 症狀呢 基本上剛剛好的 運氣又很好 剛好撞到其中一顆 然後就直接撞回去了 這樣子 很厲害耶 沒破 撞到是沒有破 就直接 從那個管道再撞回去 這樣撞到多準 才有辦法這樣子 這樣一乾肚中 這樣子 然後醫生 醫生就很飽 那醫生就幫他檢查一下 就發現說 這個管道還可以用 所以他就戴著手術手套 然後呢 從肛門這個地方伸進去 然後他摸摸看 那個肚子裡面有一顆蛋 然後再幫他喬出來 真的喬出來了 然後管救了他的生殖能力 這是了不起 這樣 好 所以 這是那個管道 因然提高的是一個 若在腹腔之外的環境 然後可以偏離核心提溫 讓那個膏丸可以正常製造精神 好 所以接下來 那膏丸裡面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密密麻麻的都是細菌丸 所以那個課本的圖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這邊好像都是管線的感覺 那這個管線呢 如果我們去做橫切面的話 大概就會看到這個東西了 很明顯 就跟那個腎臟裡頭剖開之後 密密麻麻全部都是腎小管跟微血管一樣 好 那所以 膏丸頭開之後呢 這個就是一個細菌管的文庫 所以 它跟腎小管很不同 腎小管就是一層細胞 那細菌管 這個是管腔 這裡 你們這邊都等 沒有細胞耳類 燃出來 所以這邊是空間 所以 這個地方是管腔 那外面 這個是管壁的外面 所以從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呢 你去算 幾層細胞 大概就好 差不多四到五層 細菌管上面的細胞排列 有一個超有趣的 非常適合用來考減速分裂 它把那個能夠進行減速分裂的細胞 放在外圈 然後 減速分裂每完成一個步驟 那個細胞呢 就被往裡面推一下 比如說完成第一次減速分裂 就被推一下 推到裡面一點點 然後完成第二次減速分裂呢 再被推到裡面一點點 所以最後精子一定在哪裡產生 一定是在管腔表面產生 所以 你可以看到外圈 都是那種 看起來有細胞的 對不對 細胞腔要這麼清楚 一定是在減速分裂 就在分裂的過程當中 那個染色體才會這麼黑嘛 比較能看得出來 這個因為是透過單腔 如果你看到那個電腦螢幕的畫面 比較細緻的話 這個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精子最後在這個表面被產生 然後脫落 然後接下來就被收縮 然後再轉移到那個複膏的地方 然後 這些扁扁的黑色的 通通都是精子 頭部細胞盒的部分 染色過了 所以 你看 這些扁扁的 是不是通通都落在這個表面的地方 如果你看電腦螢幕的話 還可以看到這個地方的邊嗎 單腔沒辦法 因為我們的單腔解析度沒有差 電腦螢幕當然可以看得出來 這邊有變化 對 精子最後在這個表面被產生 然後脫落 然後接下來就被收縮 然後再轉移到那個複膏的地方 好 所以 你以整個膏腕的 那個切面來說 你看 這是細精管 隔壁也是細精管 上面是細精管 那左邊是細精管 下面這也是細精管 那因為他們方向在扭環有距扭環有距扭 所以不太一致 所以一切下去之後 當然你會看到各種不同的 那個形狀 那這個剛好正的能切 所以輪廓就比較完整 那如果整個膏腕裡面 大部分都是細精管 那到底哪裡 哪一些細胞 可以用來分泌雄性基礎 就是它 這邊一點點就夠了 好 細精管之間呢 會有一些穿插的細胞 剛好用來填補這個空間 好 這些細胞 就叫做尖脂細胞 好 所以標案內大部分都是細精管 細精管就是很專職的 負責產生精子 就好了 好 然後 尖脂細胞 負責分泌雄性基礎 因為基礎管 反正它的濃度就很低 低便可以滿 對不對 所以我只要利用這個少量的細胞 那不要忘記它是無管線 對不對 所以我只要周圍 那個尖脂細胞的周圍有微血管的存在 那麼它產生雄性基礎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丟到血液循環系統裡面去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對 這個就是 含性 含道含這個部分 那副港 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去強調 它可以提供精子成熟的一個場所 在那等 等到精子成熟 那你可以講說它有儲存的這個功能 這樣的說法基本上都可以 好 然後書精管的話呢 基本上它可以活動 因為精子的移動過程是需要推動的 那前面 就是靠電腐寶這一段的這個 書精管 通常還可以拿來做為儲存精子的長座 但是到底要到多長的部位可以儲存精子 這個很難講的 好 反至於那個貢獻精子以外 精液的其他成分的呢 就要照順序 就要照順序背比較好 就是儲精來 攝護腺跟尿道群腺 這樣的話 就構成了整個攝護器 好 我覺得這是構造面 其實也沒有特別難 因為東西就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接下來整個展的地方 在哪裡 就是配子的產生 對不對 配子的產生 從樓上先提一下 有一個東西你還是要回憶一下 對不對 配子的產生 通常你們等會直接想到 就是減速可疊 如果今天是講動物的話 配子的產生 透過減速可疊產生 這當然沒什麼猜到問題 植物人 植物在產生配子的時候 然後請你一定要把那個輪迴 把它抓回來 記得我們 世代交替 有一下嗎 植物在產生 軟細胞跟精細胞的時候 對不對 是透過哪一個構造 產生的 是透過配子體 有沒有 植物是透過配子體 產生配子 但是配子體產生配子 只需要用 有絲分裂 有沒有 動物基本上 可以談 減速分裂 那沒問題 就是 就是產生配子之前是無細胞 減速分裂之後就是配子 那植物不是 這地方要跟你提醒一下 另外一個 需要提醒的 當然 那就是減速分裂的過程 減速分裂的過程 發生什麼事情 是手借我 當你已經有奇異回過 就是 能減速的細胞一定是成貴的 對不對 然後成貴的細胞 它在分裂之前 一定要先複製 對不對 複製之後呢 你就會有那種 含有雙倍遺傳物質的 這個藍色質 藍色體 然後所以減速分裂一開始的時候 會做一個動作 叫聯繪 有沒有 聯繪之後 第一次減速分裂會出現一個 很特別的構造 叫死分裂 是把同分男色體 抓在一起的意思 然後接下來呢 經歷第一次減速分裂 對不對 所以同分男色體又被分開 然後第二次減速分裂呢 再分一次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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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按的時候 才可以产生10個細胞 說 唯一一下 你要需要把這個 套用到相當面 但是當初講的只是原理 你現在要落實到常持細胞上面 試著會比較麻煩 啊 希望下午可以講這段 っ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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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